歡迎收看黃昏天氣節目 我是莊思寧 天文台已經在下午的5時40分 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位於南海中北部的廣闊低壓區 已經增強成為熱帶低氣壓 按照現時的預測 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晚至明早 與香港維持超過250公里的距離 與它相關的強風 仍然未普遍影響本港 一號戒備訊號會至少維持至明早的6時 預料熱帶低氣壓會在明天的日間 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至珠江口一帶 並且有可能會稍為增強 天文台會視乎熱帶低氣壓的強度變化 與本地的風力情況 在明天的日間 評估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訊號 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會是多雲 有幾陣狂風遭雨 明天遭雨較多和有幾陣雷暴 稍後雨勢有時頗大 氣溫會較乎26至29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淨的冬至東南風 稍後離岸和高地會間中吹強風 海面會有湧浪 市民應該要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和熱帶低氣壓相關的狂風遭雨 會在未來一兩日影響珠江口一帶 市民明天早上出門口上班上學之前 就記得要留意最新的天氣情況 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裡 再見